张华县109年度县长杯公务人员桌球赛 29日在县立体育馆开打 今年共有39队450位选手参加 县长王惠美前往加油打气 齐勉公务员以求会友运动健身 我们这次总共有39队 450个选手共同来参加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赌球是一个迅速敏捷反应要快的运动 希望透过这样让公务人员健康 接下来运动要修改身体外 这也是一个速度的训练 让大家做工作更快 最重要有双打要培养互相的默契 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 桌球的比赛能够让更多的公务人来学习桌球 迈回保持到良好的运动量 还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 县府希望借由举办体育竞赛 鼓励大家培养良好规律的运动习惯 同人彼此互动交流 建立情谊 未来培养更多优秀的桌球选手 扬名全国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